以前大家对李佳琪的印象是 Oh my god 买他 但以后应该就变成 你努力工作了吗 总有人说李佳琪怼网友是忘了初心 但我觉得他依然是那个贵哥 即使是头部主播 也依然符合贵哥贤贫爱富的刻板印象 我就想说打工人已经很累了 上边被领导数了不努力 下边请自看直播放松一下 要被李佳琪数了不努力 不仅被数了 还要被拿来当洗白工具 李佳琪哭着道歉上热搜之后 我根据多年网上冲浪的经验判断 这事肯定没完 果不其然 紧接着李佳琪职业倦怠就冲上热搜了 大概啥意思呢 就是李佳琪有职业倦怠这个心理问题 这个问题咱打工人也会欧 所以我们要多体谅他 然后底下评论区也开始了 我从李佳琪身上看到了我自己 我跟李佳琪一样悲惨 这些人知不知道李佳琪日入508 能不能不要代表打工人攻击他 我都怀疑这些人真的是打工人吗 该不会是给李佳琪打工的吧 我跟你讲 就算打工人再倦怠 都不可能说出李佳琪这样的话 你想想 如果一个癌症患者抱怨化疗价格贵 医生会让他自己找员 也问他有没有努力工作吗 难道医生的工作量不比李佳琪倦怠吗 娱乐圈208工作高危 李佳琪508职业倦怠 这么心疼李佳琪 你咋不劝他赶紧停工养兵呢 李佳琪哭着道歉完 紧接着又三二一上链接的时候 你咋不劝他赶紧下坡休息呢 他数落我们的时候美美隐身 我们数落他的时候 倒蹦出来劝我们大度了 这不就是拉偏架祸悉尼吗 装什么仪式独立客观清醒啊 其实李佳琪这事 咱也不是说非要给他判死刑 众所周知 互联网没有记忆 他道歉之后再过那么一阵 谁还能抓着这事不放啊 但是真的不要捆帮我们打工人给他洗 不要再按头我们供情他了 天天带我们出场 这种捏得给点加班费吧 而且我真的特讨厌那种 天天把努力刮嘴边的人 能不能不要再用工资的高低 来判断一个人努力与否了 79的没比 保佳阿姨贤贵是因为他走地不努力吗 工地大也贤贵是因为他搬砖不努力吗 我觉得李佳琪啊 或者说他的粉丝啊 很可能误会了一件事 就是他能有今天的地位 是靠他努力换来的 大家还记不记着 就是他刚火那阵 夸他努力的通稿满天肥 什么憋尿四小时啊 什么一年不敢歇 咱不是说他不努力 我只是想说以他的努力程度 远远配不上日入508的收入的 李佳琪的成功啊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另一个原因 那就是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下来 就以当时电商直播的火热程度和发展速度啊 有主播会爆火 这是必然的 时事造英雄 李佳琪是努力的 但他更是幸运 不过很可惜啊 现在的他可能已经忘了自己有多幸运 于是就开始高高在上批评起那些不幸运的人 就像央视评价的那样 曾经含着把价格打下来的李佳琪 竟然开始嫌弃他的粉丝穷了 这并不是什么职业倦怠 而是彻头彻尾的飘了 就像老话说的一样 游减入设意 游奢入减难 曾经的李佳琪 面对上海88一碗的拉面 都差点被吓回老家 而现在的李佳琪 面对79一支的美比 却数了网友工作不够努力 真是屠龙者忠诚恶龙 真不知道以后 网友们都听他的话去努力了 去加班了 没时间看他直播了 他又会怎么说呢 没说可能还谢谢我们呢 毕竟他终于有机会 可以去治一治他的职业倦怠了 大家可一定要多多给他这个机会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共情李佳琪这次的言论呢 可以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那喜欢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加三连 我是文艺 下期再见